提婆达多的一说跟佛陀针锋相对的有五点 第一点他说僧众只能启食 第二条只能露天住宿 第三条叫只能宿食 第四点只得着粪扫衣 第五条非常核心叫不吃金钱 其实他的教义现在在中国还有 就是辽宁海城有个大碑寺 每天只能要饭 只能住在这个露天或者破地方 哪远住哪 只能吃素 然后只能穿破衣服 而且不能 一般情况 一个宗教的宗师死了 紧接着分裂就是一定的 这在世界宗教史上是普遍性的 佛陀在世的时候 实际佛教内部就已经出现了分裂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对的 他怎么能不分裂呢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才是对的 而且 即使佛陀在世的时候 佛陀的堂弟 提婆达多 就已经公开返佛 这个提婆达多 书上有很多记载 据说他最早是随佛出家的 诗经六万法葬 拒三十项 八十种好 就是每一项就比佛陀少两样 佛陀是拒三十二项 八十二种好 智慧与异象 他仅次于佛陀 但是他提出的教义 跟佛陀就完全不一样 并且跟佛陀是针锋相对的 就是说他也是以佛立宗 大家要记住 佛是觉悟者的意思 释迦以觉悟立宗 提婆达多也以觉悟立宗 所以说 佛陀在 没有过世之前 或者没有涅槃之前 佛教内部已经分裂了 提婆达多的 一说跟佛陀针锋相对的 有五点 第一点 他说 僧众只能起食 就是僧众只能要饭 不得在施主家吃饭 而且你还不能自己做饭吃 你只能要饭 第二条 这一条 是佛陀最不同意的地方 就是说 跟他在一说上 明确指出 这叫分别说 这条叫什么呢 说 只能露天住宿 尽受住于阿兰若 什么叫阿兰若 就是田间地头近远处 哪远住哪 哪远的小房子住哪 叫阿兰若 第三条 不一样的 叫只能速食 这点我要跟大家说 佛教一开始 是可以吃肉的 佛陀也说可以吃肉 但是 提婆达多一开始就说 必须速食 第四点 只得着粪扫衣 不得穿布施的衣服 就是吃肉给你的好衣服 不能穿 第五条非常核心 跟佛陀也是针锋相对的 叫什么呢 叫不吃金钱 就是不拿钱 不攒东西 不拿钱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提婆达多的这个教义 就相当的朴素了 其实他的教义 现在在中国 还有就是辽宁海城 有个大悲似 就是说 每天只能要饭 只能住在这个露天 或者破地方 哪儿远住哪儿 只能吃素 然后只能穿破衣服 而且不能要钱 也不能拿钱 佛陀对这五条 完全不能接受 他说这是分别说 他指出 这个僧人愿意住哪儿 甭管是住在阿兰若 就是哪儿远住哪儿 还是群居住在庙里 是随心所乐 就是你愿意住哪儿 住哪儿 于道无碍 第二条 就是吃肉的问题 早期佛教是说 可以吃三净肉 什么叫三净肉呢 就是不见杀 不闻杀 不为己杀 就是你没看见杀他 你也没听说要杀他 而且他也不是专门为你杀 这种肉就可以吃 而且不吃金钱这件事情 虽然佛陀没提 但是这件事情 也是对僧团有很大的分离作用 所以在佛陀活着的时候 佛陀就对提波达多下了一个定义 叫破和和僧 必坠地狱 就是说你现在干的事 是分裂僧团的 你这种人必须坠地狱 可以说佛陀对他这个堂地的诅咒之兄 知蒙知大 前所未有 佛陀的这个弟弟也是很有骨气的人 于是他就帅五百比丘 另立僧团 佛陀有五百比丘 史称五百罗汉 这个条达也有五百比丘 也是五百罗汉 当时他就另立僧团 与佛陀分庭抗礼了 到法华经的时候 就是前期的故事一直是这么写的 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是可疑的 因为这个整个的故事 包括他的五法教义 和后来中国流传的一本经 十二头陀行 非常的像 至少可以肯定地说 提伯达多实际是佛教里的苦行一派 跟家业有点像 只是家业没有苦到这种地步 早期佛经都是这么描述 但是到了法华经 忽然为之一变 而且把提伯达多提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他反而成了佛陀的师父了 于这点我们就说 中国造经非常的不可靠 随时随地都以如是我闻的形式出来 为了阐述他们的观点 这个前后矛盾的地方比比皆是 提伯达多一直是佛教史上的公案 直到今天为止 不同的教派还在讨论他 就好像大家就觉得 辽宁这个海城的大卑寺 这是好合唱 少林寺的是坏合唱 这实际是不同僧团的主张问题